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学佛就是这样 刚刚他在里面听的就是 师父说有一个小和尚 问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问他 前面条路走不通 后面条路是死 前面条死你怎么办 他说我就往边上走了 这就是一种哲理啊 人家说此路不通 你可以 条条大路通罗马啊 每条路都是你生存的机会啊 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走不出 自己的死胡同啊 因为他觉得这条路没有了 他已经到顶了 他出不来了 所以真正能够出来的人 他一定是能够用妙法 用智慧来换取人生的苦难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没智慧 所以他就一辈子活在苦难当中 人就是这样 一定要懂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呢 学博啊 一定要用正确的姿态 正确的感情来学 要真正懂得 要真正懂得这个世界 谢谢 谢谢 谢谢